前日 你在目前参与的受联想的群世层窍出什么人 可以怎么��릴 我是覺得第一個就是少子化是一個問題 家裡小孩就比較少 第二個部分就是小朋友的活動 他比較多樣化 社會的團體包括政府單位 包括民間單位 他們都會出很多的活動 實際上這是社會進步的一種情況 所以應該認真來講 這對孩子的成長是有幫助的 只是說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就是原來參與同學活動的人 就會被崩散到故事館去 所以這也鼓舞著一個趨勢 所以怎麼樣來做這樣的改變 我認為就是我們要調整 同學活動的一種內容 我們要去調整它 那怎麼調整它呢 就是說我們要讓我們整個活動 這個比較合部 它公布 然後在這個活動當中 會讓孩子覺得好玩 所以這部分就是我們為了想要我們 入的這個地方 都算在內 那我已經超過40年了 40年的時間 最主要的 你看你今天的活動 快不快樂 快樂 你看市長也來 對不對 我們也參加這麼多的活動 也謝謝這個人 大家一起恭賀欣賞 你看這就是在同學團裡面 我們可以得到很多的快樂 當然別的團體也會有 但是同學的這種幸福跟別人 就更不一樣 我們的感情更好 彼此之間就更喜歡 大家在一起做活動 所以我一直就很喜歡 帶小朋友參與這樣的活動 最主要就讓小朋友 有一個很快樂的生長的環境 慢慢長大 在快樂當中去成長 那這樣子的話 你才可以有足夠的力氣 然後再去應付學校的功課 做一個好學生 那我們也希望說 你在這個同學團裡面 讓每一個孩子都會學會 做一個這個 聽爸爸媽媽媽大的孩子 這樣的話 那他就 你會長大就可以 你看小朋友 阿嬤 我們去休閡 在学校的时间还要多 我们会在那边游戏 一天正式听听唱歌 编曲打声音 编曲打声音